新竹市公害防治協會的理事長 今天很榮幸能夠在這裡 因為幫點小忙 然後讓大家這個活動 能夠在這邊順利的舉行 這是我應該做的事情 所以不要感謝 我今天要來這邊 是有點生氣的 就是說今天 今天在台北公審會 把我們12萬份的公民連署 有關核四要不要運轉的 這樣子的一個議題的提案 12萬份的提案 公審會把它否決了 理由是 他說提議的這個 領銜提議的這個團體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的 是反核團體 所以他們的內容內文寫的是 你是否同意核四 放入燃料棒開始運轉 這樣子的議題 把它否決說 因為跟你的立場不同 首先我要請問 一個團體的立場 要由誰來認定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的反核立場 是由公審會來認定的嗎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一個公投的議題 一個公投的議題 本來就應該正面表述 所以這個公投議題 在正面表述的時候 有什麼不可以 為什麼不可以 讓人民來同意 讓人民來表決 十二萬份 十二萬的連署 是多少啊 我想請問一下 我們今天在這邊 要補正公投法 降低公投門檻的連署 連署了多久 才有十二萬份 我們這個活動 導國情境這個活動 改補正公投法 這樣子的努力 到全台灣各地去連署 我們連署了多少份 十二萬份 已經十二萬份了嗎 還沒有 我們這麼辛苦的連署 還沒有十二萬份 那麼台灣環保聯盟 努力了一年 連署了十二萬份 裝成這個大的影印箱 那個紙箱子 裝了105箱 我們一起非常辛苦的 把它送到公審會去 堆在那個房間裡面 結果隨便的幾個人 叫做公審議委員 就把它否決了 這個合理嗎 各位朋友 你們說合理嗎 不合理 在四年前 ECFA 為了ECFA 大家也曾經連署 也是公審會的委員 就這樣子把它否決掉 這個公投法 已經是不要讓人民公投的公投法 我們可以這樣子嗎 作為一個民主國家的人民 選舉罷免 我們創制覆決都是我們的權利 可是我們有吸食過我們的覆決權嗎 沒有 有吸食過我們的創制權嗎 沒有 所以 補正公投法 是我們一定要做的事情 民主是普世的價值 我們要這樣子做的時候 然後我們能夠選票 選舉 投票 這是對人的 罷免也是對人的 到現在罷免都還沒有成功過 更何況 這個公投法本來就是憲法賦予人民的權利 可是現在的公投法卻是 不要讓人民公投的公投法 大家說合理嗎 不合理我們怎麼辦 我們怎麼辦 努力 同胞要團結 團結真有力 大家說好不好啊 好 好 那我今天就說到這邊 希望我們下一次會有更多的人 來認同我們的想法 爭取我們本來就有的 應該有的權利 但是權利不會從天上掉下來 所以 我年紀比較比你們大一點 所以呢 在這邊比較拖大一點 我們那時候努力不夠 所以要讓你們現在再努力 希望我們的小孩 不需要再為這種事情努力了 好不好 我們不要再為這種事情努力了 我們這一次就把它拿過來 這個權利我們就把它拿來 我們建立好這樣子的制度 我們一定會成功的 這才是真正的民主 大家加油好不好 好 加油好不好 好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